之前新澳门学社爆出收到市民举报 澳门公民素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借用澳门日报大楼12楼全层的服务费高达12万 事件扰量了多天之后 身兼素研中心主任的工联议员李从政再度向传媒澄清事件 第一有服务费的 因为我始终是那里无尝试用的话 一些可能是服务成本你都要有一个付出 但是是多少呢 这个我们是按照基金会的一个安排 就是跟他交代 这个情况是这样 那就是其实不需要跟公众交代 我想在现阶段暂时我能够讲到这里了 但无论是会址的服务费 澳门基金会给素研中心上千万的资助如何使用 为何一个会址要花掉500万 李从政都没有再做详细的透露 只说未来素研中心会开展公民素质普查等方面的工作 希望公众能给予他们更多的空间 你觉得需不需要带头 或者说你们去公布那个账目 我相信这个是要 本身如果是有需要公布的话 我相信如果按照这个规定的时候 我想任何一个社团都应该落于是按照政府提出的一个指引和要求去做 明年就是立法会选举 李从政并不担心这次的风波会影响选情 外界都很想知道花掉500万的素研中心是什么模样 但这个神秘的面纱暂时还无法公开 李从政说目前还没有准备就绪 等适当的时候一定会带传媒参观 澳亚卫视彭埃斯王冠中澳门报道